第一屆的時候呢 參賽的作品不過一百多件 那今年的時候 全台灣一共有四百多位優秀的選手 來參加我們今年的活動內容 那在今天的頒獎典禮呢 現場有我們的入圍者 也有入圍者的親朋好友 同時呢 也有很多有來參加今年的比賽 他希望可以來現場這裡 觀摩得獎作品的選手朋友 不論如何 大家都是最棒的 可以先給自己一個掌聲好嗎 是的 那同時呢 為了在這麼多的作品當中 選出最優秀的那幾件 那我們今年一樣也邀請到了非常專業的評審 以及貴賓來到現場 所以在我們的活動一開始呢 我們先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今天的貴賓以及評審們 那首先呢 要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 紅壁小片執行長 編行長 我們孫風哲 孫大哥 掌聲歡迎孫大哥 接下來呢 是我們得獎無數的資深模型玩家 克里斯 柯大哥 接下來是我們台灣幻蛋南夢宮模型事業部副理 小聲又 肖副理 接下來是我們新鮮人氣網路直播平台 賣卡貝的執行長 我們歡迎Eric 下一位呢 是我們親心可愛的人氣女大聲 鋼彈模型美少女可可 那同時呢 我們還有一位專業評審 也就是我們村口名人老師 他今天雖然沒有辦法到達現場 不過呢 他稍後也會把他的想法 透過影片傳達給各位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給這位不在現場的評審一個掌聲好嗎 好的 那今年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邀請到專業的評審喔 他們在一開始呢 也會有很多的內容希望與各位分享 那首先我們要邀請的是我們紅壁小片的冰局長 我們先有請孫大哥來到台上 我給大家說幾句好嗎 有請孫大哥 非常感謝各位參賽選手 還有參賽選手的辛苦 還有今年能夠再度聚集在現場 那同時我也要非常謝謝萬代公司 這一次規劃的迷惑更出色 更為生動 讓大家有參與感的會場 那各位請給自己一個鼓勵 是的 那其實呢 我們的孫大哥他平常不論在接觸模型的部分 不論是立體的 或者是平面的 其實也有非常資深的經驗 我其實個人也蠻好奇的是 孫大哥如何一直在模型的作品當中保持你的熱情呢 呃 其實我覺得 這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 那個當自己始終抱有好奇心 是 我想這在很多方面 不管是興趣 工作 或者是課業方面都是共通的 你會有懷抱的好奇心 你才會想要往這個領域更 去更尊嚴 然後找出比自己更好的 比自己更好的表現 期許自己達到更高的境界 那我想這是我的原動力所在 是 其實很希望可以透過 是吧 跟這邊跟大家分享更多 但因為他也是同時 今年度我們的專業評審之一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內容 我相信會在稍後我們的獎項主義頒發出來的時候 他會給予我們現場的選手朋友們更多專業的建議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也帶給我們聖大哥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聖大哥 聖大哥請休息 那接下來呢 要邀請的這位是來自我們也是今天的評審之一的 克里斯 克里斯大哥 有請 克里斯大哥對現場的選手朋友們來講是比較老面孔的 因為他本身自己呢 就是得獎無數呢 非常資深厲害的玩家朋友 那因為今天現場也有很多新朋友 新選手的加入 是不是先跟大家正式打個招呼 大家好 其實站在這邊我很緊張 很開心今天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面跟大家分享 這麼多年來參加模型比賽的心得 因為能夠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我覺得就是需要一個很有勇氣的表現行為 不是在家裡自己默默的把這個作品做完 自己覺得 喔好棒好棒 就結束了 那如果今天多了一個平台 主管單位不需要跟各位恰集任何的費用的情況之下 請各位把你們精心製作的模型拿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萬代公司對模型玩家的一種福利 那也因為有各位不練習把自己做得很好的作品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才能夠造就今天這樣子的盛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活動 還希望以後都能夠越來越成長 越來越多人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一個正當的休閒活動 大家一起來參與 是 我剛才有說我們克里斯大哥他的身份很可畢 因為我看了一下你過我的經歷 從我們GPWC的前身 從全球盃到腳川盃到電擊盃 也都是這幾個比賽的強勝者 結果現在還是被熱烈停止在大比賽 沒有變成是我們的專業評審之一 這中間的心路歷程 因為你是真正從選手 玩家到選手到評審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情好不好 不小心被美麗的主持人偷漏年齡 我從蘋果78年開始 一路有模型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抱持一個出來外面 跟各位老大哥學習的心態出來 那當時的網路平台並沒有那麼發達 我們所有能夠做的就是 看看書 去模型店問好吧 最好的平台就是把你的作品拿出來 請各位來看自己的作品 到底還有哪邊需要改進 那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 在資訊這麼發達的年代裡面 你可能每一張照片 你看了都覺得很漂亮 然後到現場看的時候 你也會很驚豔 但是出來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秉持著一個心態 每一個作品不管它做的好或不好 它一定有它的優點 我希望各位能夠去看每一個作品的優點 然後把它學起來 缺點就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讓自己不要去犯這個缺點 我相信各位都會在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一直成長一直往前邁進 是是是 可以大概講到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今天有很多的選手朋友 他們不一定有入圍 他們就是特別趕來現場 這邊希望可以學習別人的優點 那剛剛因為您有提到 其實從最早之前 我們的全球杯 小川杯 然後定期杯等等的比賽 等於在模型製作的經驗裡面 有將近30年的豐富經驗 我想問一下近30年的比賽過程裡面 你看這些參賽者啊 作品啊 到甚至這些比賽的規模內容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不一樣跟轉變 趁我多年來喔 在今年的這一屆 我覺得各位坐在這邊 我很開心的一點就是 我那一年去香港參加決賽的時候 主辦單位對參賽者的用心跟尊重就在這邊 參賽者是需要被尊重的 這樣子的嗜好是需要被尊重的 你們今天是貴賓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領域 你都做到這樣子的程度了 你就是一個貴賓 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今天能夠有這樣子的平台 我相信各位要覺得自己很幸福 那這個平台 要怎麼讓它持續下去 剛剛主持人講 那麼多的比賽 我做了那麼多年 這些比賽都沒有了 沒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參與的人少 你們不出來參與 主辦單位就要灰心 那灰心呢 各位都沒有平衡 所以各位的積極參與 是讓這個比賽一直存摸下去最大的動力 我希望你們不管是實意也好 得意也好 今天到這個會場來看到這麼多好的作品 看到這麼多值得學習的作品 你們也一直不斷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 讓這個比賽能夠繼續下去 對大家都是最好的事情 是是是 我覺得佩斯大哥講到一個還蠻棒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很期待 隨著每一年每一年呢 福年參加的一些作品 跟優秀的一些選手的加入 希望我們最終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直接攻進小巨蛋 有沒有我們需要場地要大到小巨蛋 才可以來參加我們的頒獎年齡 壓力在那裡 不會當如果規模大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代表我們就需要一個那樣的平台跟空間 來展示大家的作品 所以這個部分期待大家一起來做鼓勵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也謝謝佩斯大哥 謝謝你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也非常的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麥卡貝的執行者 Eric來到現場 是不是也請Eric跟大家說幾句話 邀請 你好 先請Eric跟大家打算交付好嗎 各位好 我想這邊應該很多人都有在看麥卡貝網路電視 那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那今天呢 這個活動我們也會拍成影片 在節目裡面去做播出 是 我們今天其實麥卡貝的 製播了非常多有趣的一些電視節目內容 無論是跟可能電玩有關啊 或者是模型啊 玩具 大家會有興趣的議題等等 當初您建構這個網路平台的契機 或想法是怎麼開始的 呃 我想喔 現在可能在座很多人 你們應該都不太會看電視 大家都在網路上看節目 那可是現在台灣 我兩年前的時候 還沒有這麼多網路的節目出現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希望 幫各位 幫30歲 25歲以下的這些 年輕人做 你們喜歡的這個網路節目 這個就是麥卡貝的出眾 是 其實麥卡貝一直製播了非常多優秀的節目內容 那這一次我比較好奇的是 所以一開始那時候想要跟群球杯這邊 來做一個合作的一個想法 一開始是怎麼怎麼出現的 好 我們其實對鋼普拉齁 已經關注了很久 因為鋼普拉其實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原畫 那已經有很多的像 電影動脈 然後模型玩具以及電玩 它其實就是環繞著鋼普拉這樣的一個主題 受到全世界很多的人的喜歡 那 我們也相信就是說 麥卡貝不應該只是做電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 我們對很多其他的項目 像 電影 模型玩具 其實我們都投入很大的關注 所以鋼普拉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主題 所以 今天的比賽我們很容易 很榮幸就是我們可以來參與 所以各位 接下來應該會在麥卡貝的 一定是看到很多關於鋼普拉的一些 是的 謝謝Eric 那也很希望可以透過這麼棒的平台 讓我們的玩家跟學生朋友們 有更多的一些資訊吸收的來源 再次謝謝您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呢 在今年度我們也邀請到了一位貴賓喔 那她非常的特別 因為 相信現場很多年輕朋友常在電視節目上面看到她 不過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是 她也有呢 跟各位一樣很喜歡組裝鋼彈模型的這個興趣 所以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呢 我們人氣可愛的女大生 我們鋼彈女少女 可可 有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可 是 今天可可很開心來到現場這邊 除了擔任我們今天頒獎的貴賓之外呢 她也把她自己的鋼彈模型作品帶到現場 要不要先跟她介紹一下 現丑了 我知道台座真的是非常功勵深厚 因為其實我在比賽的時候 是要交建的時候 超緊張 我說 哇 青松明組都做成這樣 我應該是幼幼組吧 我想要退出比賽然後參加幼幼組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製作鋼彈 因為我們系上我們是設計系的 我們幫她超功能現在製作鋼彈 然後她們還自己在工作室 組一個就是噴妻室 喔 專業噴妻的地方 對 然後其實我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一直在搞破壞 其實也還蠻想跟她們學習 然後我這一次做的是熊鴨菜 就是女生會蠻容易入手的 對 因為她非常的可愛 對 而且其實我發現 就是覺得女生的夥伴好少喔 然後希望可以帶起一股女生的風潮 然後也可以比較了解女生她們比較喜歡誰 喔 那我們知道這一次其實 因為退退一些因緣晉會的關係 她開始接觸到跟她們學習的時候 這一次她自己其實有參加今年度的我們的GBWC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妳今年整個參賽的過程跟心情 其實一開始還蠻沒有信心的 因為我自己在塗裝的時候就一直很挫折 因為我連塗裝都塗不好 然後連噴氣都噴不好 就是都會噴得很不均勻 對 然後像是像我這一隻熊鴨菜 就是我希望可以有一種就是 就是很多花然後斑駁的感覺 其實都是因為我塗裝一直塗不好 塗不均勻所以我乾脆就是讓她 就是有點霧霧的然後斑駁斑駁的 就是其實我也蠻叛逆的 因為其實很多鋼蛋她們都去塗裝得非常漂亮 對 然後很少有比較偏藝術的風格 然後我就希望可以把我的藝術感載進去 但是其實因為今年度也蠻流行那種圖騰的元素 對 所以其實把它加在上面的時候 WC的作品其實蠻潮流 就是另外一種大家不一樣形象感覺的鋼蛋作品 其實做完還蠻有成就感的啦 因為我光那個配色我就想了超久的耶 妳說光它上面的顏色 對 很難配色 然後其實我一直在為我身邊那些很厲害的男生們 然後他們都一直有鼓勵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交流 跟男生跟女生身邊的交流 然後我覺得都是促進雙方感情的正常 男生跟女生的感情是 對 妳都喜歡加選手們的感情 那我想問一下妳有幫這支作品命名嗎 其實我叫她繁花熊耶 就是有一種繁花落幕的感覺 但是也是一種繁花盛灘 對 對 很豐富的一個作品 那今天來現場 我知道可可很早就到了 因為我今天現場看妳一直在每一個櫥窗前 對 對 去參觀 那妳有沒有在其他的朋友 或是其他的選手朋友的作品裡面當中 有看到比較喜歡或是比較值得 妳覺得身為也是很新專業玩家 可以學習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蕎老師的作品 喔 蠢蠢 對 因為其實我現在在做畢業設計 然後我在關心敘利亞那一戰 是 然後其實戰爭裡面 其實親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很少看到有作品可以考慮到這一塊 是 就是如果可以藉由模型 然後增進父母間或是出時間的感情是很重要 就是 因為我就是看他們那邊流亡 然後就是失去家庭的感覺 就是很難過 是 對 然後我希望 如果鋼彈製作的過程可以增進一些 親子店的活動是非常棒的 是是是 剛剛有點明到這個我們蕎老師的作品了 今天也是參加在我們的公開A組那邊 那 其實包含現場很多選手的作品 他們其實裡面都有自己的想法或理念在當中 所以也鼓勵大家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也可以跟特特一樣 在我們現場呢 可以多多的參觀 然後學習其他選手的一些優點 那今天很謝謝特特跟我們帶來的分享 謝謝妳 謝謝 我真是開心 在我們的專業的鋼彈模型的製作的領域裡面呢 多出了一位呢 我們這位非常新的朋友 那也希望可以越來越多的朋友 大家互相的交流 互相耗爭 讓我們未來接下來的這個頒獎的 頒獎的典禮當中 跟我們的這個身受比賽當中 會有更多很好的作品可以引進來活動裡面 那接下來呢 要帶各位一起來欣賞一下 我剛有說其實我們今年是台灣這邊GVWC的第五屆 那從去年開始到今年 其實主辦單位也累積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一些內容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朋友可以進入到我們鋼彈模型的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接下來我們準備了一段影片 帶大家來回顧一下去年的GVWC 以及我們今年所有參賽選手們的作品總覽 我們先一起來欣賞影片囉 The Contest Presented by Bandai M maioria的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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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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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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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旁邊先稍帶顧客 接下來我們要公佈的是我們今天公開組的人氣王賞 我們也一起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恭喜來給我們周一銀的作品正義之見 等一下主席士倫來欣賞啦 恭喜 和請Arikan為我們進行頒獎 我們要麻煩下一個請放鏡頭 好那我們有請定位 請加入我們一起來拍請選的特別賞 先說明一下今年呢 幫我們協助投票的觀眾朋友相當多 我們總票數是5856票 那這位呢獲得我們特別賞的選手朋友 他獲得的票數是1096票的高票 好那我們要先有請我們今天這部分的頒獎人 得請客客 好的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今年獲得我們觀眾評選的特別賞 得獎的是 這次恭喜我們 終於明周先生 哇 恭喜恭喜 好我們看一下前方鏡頭 是來自我們Hockey酒店的特別賞 這邊要邀請我們孫大哥 來為我們進行頒獎 邀請孫大哥 好的 好的 那今年呢 在有關於選手得獎的部分 其實保密的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現場是蠻緊張的 因為我跟大家是一樣在這個時間點 知道所有的得獎選手是分別來自哪一位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頒發的是 紅瓶酒店的特別賞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恭喜我們的陳彰雄 陳先生的助力 有請我們孫大哥們進行頒獎 來為看一下前方鏡頭 我們先有請我們的頒獎人Roger 恭喜 好 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我們台灣萬代 今年的特別賞得獎的是 恭喜 葉修宇 你的作品是我們的葉彥泉 好我們最後一次終點 看一下前方鏡頭 哇來自我們年輕朋友的作品 他的完成度跟成熟度也是相當的高 那今年呢他們所有的參賽得獎的作品呢 都會由我們的評審 稍後第一的來做說明 謝謝Roger 恭喜我們楊葉同學 接下來要頒發的是我們最佳MG賞 那我們要邀請我們今天的頒獎人是 克里斯 麗希大哥 今年的參賽作品 有很多是選擇我們MG的系列喔 來做為這個 今年的比賽的這個作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的得獎人是 恭喜蔡坤樓的MG新安舟 請問一下蔡先生有在欣賞嗎 恭喜蔡先生 相當漂亮的一件作品喔 有別的季軍獎上的頒獎了 那我們今年呢會統一的從我們各個季軍獎上 青少年組B、青少年組A 以及公開組B、公開組A 來依序的來做頒發 所以這邊先提醒一下 如果是二號呢有得獎的選手朋友 在完成頒獎之後 請幫我們先暫時的留在台側 我們會在台上這邊先進行 今天第一階段的大合照 那我們現在馬上要頒發的是 我們今天的各組季軍了 我們要邀請我們今天的頒獎人可可 再次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首先我們今天第一個要頒發的是 我們青少年組B組的季軍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紀念度這部分的得獎人是 恭喜陳一軒他的鬼影成功 陳同學有在欣賞嗎 恭喜恭喜 謝謝陳同學 我們馬上舞台的右手邊先稍等一下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一樣 是我們青少年組的A組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黃美嘉的熊 黃美嘉的熊 黃同學 美嘉有在現場嗎 或者是美嘉今天來帶領的 沒有是不是 那沒有關係我們這邊呢 先恭喜這位黃同學 我們先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來自我們公開組了 首先要頒發的是我們公開組的B組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是 恭喜我們的廖允清 他的作品戰火服務生 恭喜廖先生 謝謝 好 麻煩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謝謝 謝謝 那麼廖允清我們舞台右手邊稍等 那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來自我們公開A組的季軍 我們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恭喜黃心如黃先生的書籍準備 恭喜黃先生 那請可可為我們進行頒獎 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好 那我們先麻煩請黃先生請留步 我們再請另外兩位選手朋友為我們來到舞台上 我們進行我們這個獎上季軍獎季軍組的大合照 那我們可可麻煩置中一下 好 那選手朋友可以站在我們可可兩側 四位看一下前方鏡頭稍微集中一點喔 我們的亞軍的部分了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頒獎人是庫里斯大哥 有請 首先一樣我們先從我們青少年B組的部分來做公開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B組亞軍事 恭喜張宇彤的突破 恭喜張宇彤的突破 非常的厲害我們年輕朋友的作品 越來的越成熟喔 其實很多的大伙在看到他們的作品完成度之後 都覺得哇有一種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感覺 恭喜宇彤 來 麻煩我們的舞台右手邊收隊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奔發的是我們青少年A組 我們來看一下這部分得獎的亞軍作品是 恭喜光復的繽紛人天使 恭喜恭喜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謝謝光復 謝謝光復 那麻煩旁邊收隊一下喔 那接下來呢要進入到我們大朋友的公開組了 我們一樣先從公開的B組開始來做公布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亞軍得獎的事 恭喜我們梁迪寬梁先生的作品 恭喜 有請克里斯大哥 我們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恭喜梁先生 接下來要公布的來自我們公開A組的亞軍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恭喜林自喬的強誠 有請子喬 有請克里斯大哥為我們進行頒獎 好的 那有請子喬呢請留步 我們有請我們另外三位得獎人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那我們剛好得獎人一邊兩位 我們一起看一下前方鏡頭 好 他稍微再緊密一點點 好 恭喜我們的登頓人 謝謝克里斯大哥 接下來呢要頒發的就是我們各組的冠軍了 那我們要先有請我們的頒獎人 陳斯大哥 有請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搬出的是來自我們青少年組 B組的冠軍代表 我們來看一下是哪一位作品呢 恭喜陳斯敏的作品聽喔 在欣賞他們的作品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相當驚豔喔 如此精緻呢 一個專業的作品 見來自年紀這麼小的朋友 非常非常的棒 再給斯敬一個掌聲好嗎 來看一下前方鏡頭喔 謝謝斯敬 請請麻煩我們舞台的右手邊先稍等 好的 接下來要公布的是來自我們青少年組 A組的冠軍 我們來看一下得獎作品是 恭喜青少年組的冠軍陳立維 以他自己最喜歡的冷天石鋼彈喔 做為他想法的這個創作的理念 製作了一支非常精細專業的作品 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恭喜定維 接下來要頒發的是我們公開B組的冠軍作品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作品是 恭喜 恭喜新招命的革新 方向人形作業極限 兩位看一下前方鏡頭 恭喜 好的 我們接下來要頒發的是來自我們 我們公開A組的冠軍作品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件作品是 恭喜 恭喜新招生的正義之間 哇 恭喜新招今天上台會自助比P是上台的 太厲害了 這件作品等一下也會由評審來講一說明 為什麼他可以獲得這麼多專業的獎項 以及我們觀眾跳成的青睞 恭喜 那麻煩周先生請留步 我們其他冠軍選手麻煩幾乎我們來到頭上 我們一起來進行這個部分的大合照 那神探哥有請中間 好 我們一邊聊 麻煩五位一樣我們可能要稍微緊密一點 看一下前方鏡頭 那各位知道呢 在我們畫清楚的作品當中呢 我們會選出青少年組的代表 擔心拍組的代表 來前往參加我們這個日本的總決賽 這邊先恭喜幾位 恭喜你們 然後也謝謝現在和我們進行頒獎 謝謝幾位選手 好的 那今年度呢 我們要有選出我們台灣去呢 要前往我們日本參加總決賽的這個選手作品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要統一的來做公開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頒獎人 Roger來為我們來到台上 有請Roger 那這個部分的獎項呢 除了已經是剛剛我們冠軍組的作品之外 另外因為他會代表我們台灣區呢 前往日本參加最後的全球盃的總決賽 那我們一樣從青少年組的代表開始公佈起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少年組的代表就是我們陳立瑋 陳同學 恭喜陳同學 也希望他今年度呢 代表我們台灣區前往日本參加的 這個總決賽呢 會有相當好的成績 恭喜 當時麻煩一樣 舞台兵我們稍等稍等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來自我們公開組的 前往到日本參加總決賽的代表 那我們來看一下得獎的是 恭喜周一平周先生的正義之見 來麻煩兩位看下前往鏡頭 一樣喔 我們也預祝呢 周先生的作品 在今年度呢 我們在日本的總決賽裡面 也會有非常結束的表現 好那麻煩呢 快請立瑋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我們飛機的部分 要不要投利用一架 好來看一下前方鏡頭 那我們是不是也預祝這兩位選手 在我們的總決賽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恭喜兩位 謝謝讓我們進行頒獎 那今年度的作品呢 因為數量又更是遺忘了 所以相信大家也發現得到 我們評審是非常的頭噴 如何在這麼多重度的作品裡面 來做一個評選呢 所以我們也要請到我們的專業評審呢 來為我們做一個最後的總獎評 謝謝大家